大家好,今天是1月26日星期五 看看,經過了幾天的大升之後,今天就有回調 回調之下,看看跌的是什麼版本 跌的是綜合企業、交通設施、零售、家庭等等 不是升的,就是這些東西,跌的就是保險、半導體這些 我們看看,總共的板塊就是這樣 升的板塊是很矮壓的,基本矮壓 我們看看下去,有些綜合企業 除了有太古比較大一些之外,其他都很小的 好,再其次就有交通設施 那機場方面的,基本是OK的 原因都是快要過年,快要過年 另一方面,再到零售方面的 聽都沒聽過,很多的東西 再其次是有些家庭及個人護理 那看到它全部的價錢,你看到 可以豪指股、先士股都很難買的了 那還有就是綜織、綠色和佈月市方面 那都是很細微的股業 這些是起不到大的刺激的作用 看回大市 大市起到這裡,寶貝加通道中族這裡 就是有所持緩了 原因之前跟大家說過 這裡這個位置 是一個阻力區 需要全部升破 特別是162這些地方 要升破162這些地方 今天應該沒什麼機會了 要看看下個星期怎麼樣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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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今天可以留意一隻 叫做 IMAX China 那 所以 會火厲害